他们曾经抉择生子 他们曾经灵肉相搏 他们曾经爱恨交质 他们曾经沐浴血火 和平年代三集特别节目 特殊的脑兵 第三集终生无悔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和平年代 昨天的节目中 我们讲述了抗战时期的特殊老兵 活跃在各个抗日战场上 帮助中国人民打击敌人 而引发的一个又一个精彩而感人的故事 如今六七十年过去了 这些老兵大都已经进入了冒叠之年 他们现在还好吗 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他们现在的生活 制作人Andang 那我好笑的 我飞行的教官 我们仅向中国共产党 八路军 新四军 致深厚的协议 我们报答你们好意的方法 唯一的便是 祭取你们的教诲 加紧锻炼 力求进步 在前线则教育新来的日本兄弟 回日本后 则克服一切困难 为建设民主的日本 而努力奋斗 这是当我们离别延安时 对你们的立誓 绝大多数的反战同盟成员 始终牢记这一誓言 终生致力于中日友好 反对战争 维护和平 战争结束后 反战同盟组织随之解散 成员大多数回到了日本 有一部分人征得其同意 暂时留了下来 据史料记载 当时延安日本工农学校 两百多名学员中 有一百多人到了东北 帮助遣返八十万日本侨民 潜田光返被安排去协助管理一支 被八路军接收的日本人航空队 曾任中国空军司令员的王海上将 当时也被派往这支航空队去学习飞行 那么那个时候 这个部队啊 就是加上我们的 就是他们 大概收集到一本 残留下的飞机 有120多架 还有发动器 有二个多台 再就是航裁 还有一部分 然后接下来以后 就都在牡丹江 成立这个老航校 原日本航空队共有三百多人 航校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日工科 潜田光凡任科长 负责日本教官的思想教育工作 日本教官和年轻的中国学员之间 难免有时会产生矛盾 有矛盾啊 你比如说 上飞机下飞机要经理 中国人就不愿意去 你什么叫还经理 你什么 你是日本鬼子 我去你经理 不愿意 结果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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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了 闹了以后 结果以后 结果都要做工作 要做我们同志工作 他有的时候是骂你啊 有的时候他就用于我瞪你 往上你这个这个动作 我往上就是往前什么 对不对 很严格的 遇到这样的问题 潜田光凡和原反战同盟成员 就反复的做日本教官的工作 纠正他们打骂学员的习惯 保证了教育学的顺利进行 教育学员的习惯 于是老学的 找一个是 潜田光凡和原生地 平原口 这是灵符 这是这个外指 这是灵符 不是灵符 灵符 腐星教有一时有两个 一个是初期教的 我当然是这个七倍的复兴技术 东京是高级复兴吧 叫战斗区 前面是做学生的 学生是坐在前面 我看不到他怎么做动作 我做教官对我来讲 也是一种挑战考验 四千米的时候就开始教学员 怎么做这个飞机的速度 方向都要教给他们 他就得考虑 到底是一个什么位置的时候 能够教给学生 一起安全地把他架上 中文字幕 我们就在小牧地上 叫他当时叫他小牧 小牧 在这儿 在这儿 你家里在这儿 你家里在这儿 我们家里在这儿 这儿 我们家里的家里 驾驶地上非常高潮 然后路边上一落马上就抬起来 然后我说教官你看我睡得怎么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是我父亲的他自己的感情的自然表达 这对我父亲来讲这都是他非常亲切的学生 一定要给他献手花 他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些学生 所以刚才他说来这看到了这个非常好 他一生都不会再留下遗憾了 这一批人呢这个实际上在中国这个工作呢 我觉得算是都有八年 八年年这个分两批之后一批人是五三年回去的 还有一批人是五百年回去的 钱田先生是一九五八年最后一批回到日本的反战同盟成员 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 钱田回国后曾一度受到警察叮烧 也一直没有找到正式工作 老年后难以享受基本的福利基金 钱田先生告诉我们 在日本生活虽然清贫 但有他的工作 他要把自己的反战信念坚持到底 时刻警惕和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这也是许多当年反战同盟成员的共识 他们组织起来 纷纷将自己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写成书 并到处演讲 然后就成立了一个实践会 后来改名为椰子实会 这椰子的发明在日本正好也是巴斯 巴斯友会 意思是八路军新四军战友会 当年的反战同盟成员 仍然采用这一富有凝聚力的称谓 继续着各种反战活动 乡川孝智回国后 与前田光帆和写了这本书 他说要是日本真正繁荣 只有巩固同亚洲各国的友好关系 没有其他道路可走 他把反战作为自己的终生目标 日本战后 由于军国主义没有得到彻底清算 右翼势力时有抬头 我们很难想象 他们经常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氛围中奔走呐喊 是以怎样的一种信念支撑自己 坚持反战的呢 我们回来的时候 对我们不好啊 你们是红了 共产党了 跟着我们嘛 警察偏偏跟着我们 我问过我的小孩 十岁的小孩 你爸爸从中国带墙回来没有 对我说 南京时 三方说 你国力人员 你不想要恨 你不想要恨 我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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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也不害怕 国を滅亡的战争 是爱国人的吗 国を滅亡的战争 反对是爱国人的吗 是谁是真正的 我当时 我当时 所以我一直以為生存在 戦争終完後 反戦同盟的人們 多數人都在日本 日本政府 是他們 不可能 但 这批反战志士始终在为反对军国主义复活而奔走于日本各地 在他们的努力下纷纷成立了椰子石会日中和平友好会杭七会四川会延安会等组织 他们著书立说召开研讨会座谈会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清华的战争罪行呼唤人类永久和平 立命馆大学国际和平博物馆门口处的这座雕像表达的就是当年被强行应征的青年学生的愤怒与无奈 这座博物馆从1992年建成后每年新生入学首先要来到这里参观 大事だと考えていることは過去と誠実に向き合うということですね 過去と誠実に向き合うこと つまり過去に起こったことは起こったこととして認めること 第一はかつての侵略战争日本のこれの反省の上に立った日中友好やろと から二つ目はですね草の根交流 我らは人民と人民の交流 这位老人叫本多利太郎是日本北海道人 他1939年5月被召入伍是清华日军第十五师团第五十一連隊第二大隊六中隊的士兵 曾在江苏金潭住房 期间他曾奉命亲手杀死一名中国战俘 本多利太郎说 我是一个参加清华战争的日本老兵 我希望见更多的中国年轻人 我希望当着更多中国年轻人的面谢罪 我反对日本教科书掩盖在清华战争中 日本军队在中国的土地上犯下的罪行 六十年后 他选择了卢沟桥 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点 用自己的方式向中国人民谢罪 万岁军回忆三年 港台万算 祝愿日中人民 友情万古成春 对于ところにあります 走行六十弾 第一次回来吗 第二次 二回目 三回目 三次 三次 英語 英語的中国翻译 三次 中国话还不思论 所以 他在 東北上 但是小孩的时候回国了 回国了以后 大家的环境也都是 这个不想从国家的环境 但是现在已经完全说不通 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做梦一样 谁能想到 都不觉得梦 团长先生 所以回头 回头家了 你们在我们军队的建设史上 也是做了贡献的 为了国际的合体 是国际主义战士 所以说向我们国际主义老战士敬礼 毛泽石教育我们成为国际主义 过去小的时候呢 听到父亲讲过中国的事情 但是这次和父亲一起来呀 中国的朋友 有这么样的欢迎 我们非常感激 今后的我们的任务啊 是日中友好 我传给我的孩子 我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日极老战士一一不舍地离开了这个给予他们第二次生命的地方 中国 如今 这个特殊群体的人和事儿已经不再显为人知 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他们 进而理解和支持他们 在这里 我们祝愿这些日极老战士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也欢迎他们常回家来看看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和平年代 再见 她是一名医生 眷云病人重症难治 她为何要挺身而出 果断使术 她是一名军人 以国救助病患在前 遭遇分歧 她为何要不知己见 她是一位舞者 生命舞台 神经中书 丰顺之间 如何做到挥洒自如 和平年代下期为您讲述 高尖上的舞者